交通工具也要嚴謹防疫 台鐵從2月1號開始 在車上禁止飲食 除非有生理需求 才能把口罩拿下 高鐵跟進行除了不能飲食之外 連餐車都暫停販售 除了因應春節到來 拉高防疫層級 近日確診的案908 僅僅只跟案889 在同一個後診間的前後排 戴著口罩既沒接觸 也無交談卻因此感染 讓人相當震撼 台大醫師也認為 兩者間的傳染途徑 飛沫感染可能性低 最可能的就是環境感染 除了後診間 醫師也提醒 這些地方都潛藏病毒危機 醫院裡面最危險 有時候不是只有後診間 廁所 他們會共同用廁所 水龍頭上的開關 或者是門把 或者是電梯的按鈕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 目前全球已經變異出 3931種病毒基因 高傳染力無症狀的病毒 可能存在你我身邊 經過一年防疫也有人對病毒放下戒心 除了出門在外 回家如何正確摘下口罩 醫師親自示範 真的要丟到垃圾桶 你應該是這樣 如果是外面 理論上你是外面砸嘛 你就把外面反折在裡面 然後綁一綁 你這個袋子就可以綁綁 綁一綁就丟到垃圾桶去 疫情升溫 民眾防疫觀念也得升級 每個小細節都不能馬虎打疫 歡迎新聞林志鵬 張家寶 廖品鈞 台北報導